欢迎您收看新闻焦点 AP选举简报 宾夕法尼亚州特别选举的预期结果 美联社 周二将举行特别选举 填补宾夕法尼亚州第21选区前州众议员萨拉·伊纳莫拉托辞职后的空缺 伊纳莫拉托是一名民主党人 她在7月份辞职 导致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出现了平局 民主党候选人是林塞·鲍威尔 她曾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和前匹兹保释市长威廉·佩杜托的助手 鲍威尔将面对共和党候选人艾琳·康莫利·奥腾赖斯 她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 也是夏勒镇共和党委员会主席 第21选区包括匹兹保释和埃特纳 米尔维尔、雷塞夫和夏勒等郊区的部分地区 该选区所在的阿勒格尼县是民主党势力较大的地区 过去两次总统选举中都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 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 民主党首次自2010年以来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赢得了多数席位 但由于选举后出现了三个空缺席位 因此在1月份任期开始时共和党占据了更多席位 削减北方高速铁路HSR的讨论现在是灾难 顶级经济学家表示 英国独立报 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表示 英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做法是一场灾难 这位前财政部长批评政府对满足财政规则的肤浅迷恋 他的评论是在财政大臣李希、苏纳克和杰里米、亨特讨论取消HSR高速铁路线北段以释放资金用于选举前的赠品之后发表的 奥尼尔以创造金砖四国一词而闻名 他表示 英国需要一个允许长期供应增长和减债、投资决策的体系 中国和柬埔寨承诺加强关系 习近平欢迎新任柬埔寨总理访问北京 南华早报 柬埔寨总理红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期间承诺在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方面互相支持 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加强执法和安全合作 打击针对中国公民的网络诈骗活动 中国是柬埔寨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债权国 并在该国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了大量投资 柬埔寨与中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加强 正值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因美中竞争而加剧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 中国在2月份的击落事件后似乎已暂停了间谍气球计划 CNN 据多个熟悉美国情报评估的消息来源称 中国据报道已暂停其监视气球计划 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一架高空间谍气球在美国领空飞行 引发了一起外交事件 美国认为 中国领导人故意决定不再发射额外的气球 因为今年2月 美国战斗机击落了那架飞越美国的气球 这一明显的计划 暂停发生在美中两国都试图稳定日益紧张的关系之际 面对中国的威胁 美国将改造其航天力量 南华早报 根据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 肯德尔的说法 美国空军计划重新组织其航空航天力量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 以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 这一举措是为了遏制中国 在该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 并为潜在的冲突做好准备 肯德尔表示 美国必须准备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 中国一直在现代化 其空军和海军力量 并发展了能够瞄准美国战略军事资产的火箭部队 预计这些变化将于2024年1月实施 涉及五个团队 分别专注于组织、装备、人员招募和培训 战备状态和作战支持 中国一直在将其海军航空部队转移到空军 以此来现代化和加强其基于空中的海上打击能力 它还在增加新飞机的生产和引进 并加强其火箭部队的能力 这引起了美国的担忧 在伦敦军火展上 全球战争恐慌对生意有利 路透社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台湾和朝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军火制造商面临需求激增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称 2022年欧洲国防支出增长了13% 全球总支出达到2.24万亿美元 而麦肯锡预测军事支出将每年平均增长4% 直到2028年 这是由于日本每年将其军事预算增加14% 而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后 其国防出口下降了21% 为西方军火在发展中国家的销售创造了机会 乌克兰战斗中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 需要更强大的装甲 以及快速机动 最小化电子发射以避免被探测 以及大量无人系统的重要性 爱沙尼亚的MIRAM是轻型无人 地面车辆的市场领导者 其部分设备已在乌克兰进行了试验 用于路线轻障 监视和伤员疏散等任务 然而 该公司在欧洲难以获得融资 因此转向阿联酋的中东投资者 拜登团队对弹劾调查 做出强烈回应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及其盟友 对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卡锡宣布的弹劾调查 发起了积极的反击 尽管拜登本人计划保持超然 并专注于宣传他的经济记录 和领导国家 但他的同事和盟友 将与共和党人进行激烈的肉搏战 白宫强烈批评共和党人 试图转移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四起刑事案件的注意力 民主党人认为 选民对他们认为 是无端的政治戏剧 将会感到不耐烦 他们引用了1998年共和党人 对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弹劾 这导致克林顿的支持率飙升 并为当年的中期选举奠定了基础 他们还特别努力将弹劾调查 与特朗普联系起来 特朗普鼓励这一举动 并在许多摇摆选民中不受欢迎 盘前交易 全球股市上涨 欧洲央行鸽派加息 和中国强劲数据提振市场情绪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乐观情绪认为 主要央行可能接近结束加息周期 欧洲和亚洲股市在周五上涨 欧洲央行ECB在周四将其关键利率 提高至创纪录的4% 但市场仍然希望ECB在考虑降息之前 等待更多证据表明 其货币紧缩已经减缓经济 中国央行也第二次降低了 今年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预计将刺激经济 日本核电运营商关西电力 重新启动第七座反应堆 路透社 日本关西电力公司 已经重新启动了 其高邦核电站的 一座47年历史的反应堆 这座826兆瓦的反应堆 自2011年11月浮岛核灾后 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重新启动这座反应堆 将有助于减少天然气的消耗 并预计 每月将降低关西电力公司燃料采购成本 120亿日元 8100万美元 目前 日本共有12座运营中的反应堆 总容量为11.6几瓦 分析师认为 今年的重新启动 可能会使年度液化天然气进口 减少十分之一 大约有13000名工人 在美国罢工 要求底特律的三家汽车制造商 提供更好的工资和福利 多伦多星报 大约13000名美国汽车工人 在他们的领导人 无法弥合工会要求 与底特律三家汽车制造商 愿意支付的差距后 举行了罢工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的成员 开始在密苏里州温茨维尔的一家 通用汽车装配厂 俄亥俄州托莱多的一家 斯泰兰第四吉普工厂 和密歇根州维恩的一家福特工厂 举行抗议 这些罢工 可能会对已经因通胀上升 而承受压力的美国经济 产生影响 与以往的UAW谈判不同 这次罢工 是针对所有三家汽车制造商 而不仅仅是一家 UAW选择了几家工厂 来促使公司谈判代表 提高他们的报价 这些报价远低于工会要求的 四年36%的工资增长 通用汽车和福特提供了20% 斯泰兰第四提供了17.5% 由于双方都面临更大的风险 这次罢工可能会比2019年 对通用汽车的40天罢工 持续时间更长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